有些资讯的取得真的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不是国家机器 我们没有神通万能 你是如何从哪里得到这些资讯的 难道你是先知吗 正将接那个情况的话 绝对是国家机器接触 在韩半心中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以下这段打脸是整个周末的热门话题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专刊第二期 上面就有清楚记载李嘉芬女士 在台北市中正区成功段的地号面积跟所有权人 这份申报资料这个专刊在监察院有 在国家图书馆有 被记者打脸后的寂寞出现各种版本的配乐 当时针球还连球了好几天 网路上有人酸 干脆指控国图沦为国家机器好了 还有人教他国图该怎么搭车去 叫他去学者查资料 尴尬的是红星记者跟孙大千是同学校的师生 原来二十年前孙大千在世新授课时 红星记者就是世新的学生 他说自己做记者这工作的表现 希望对得起老师和校长 就是你教学生 然后我觉得就是蛮尴尬的 自己不做功课 宜妹推给国家机器 还无眠媒体自取其入 孙大千只好在脸书上面说 做老师最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看到学生有好表现 幕僚查证有疏漏 要反省和检讨 一场记者会交代没有办法事宜 反击更被打趴 韩半确实得回去上一刻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三新闻正好报道